然後補課下來了我 那為什麼補課你覺得不行呢 因為他教得不好 那為什麼他教得不好呢 其實他的單章已經一早跟你說 他教得不好 就是單章已經隱藏了這個密碼 第一次 我的單章是這樣的 那是什麼來的呢 我現在跟你很數學很量化的解釋 你所謂的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看著吧 這裡有個A老師 這裡有個B老師 兩個人都說他五字五星星 五字到五星星的人數 他兩個人都說我有27人 又我有27人 那我想問問你 那哪個老師厲害呢 妹妹你覺得哪個老師厲害 不知道啊 沒有分別非常之好 要什麼數據你才知道那個分別呢 人數 他教300人 他教300人 哪個厲害呢 都沒有分別 到什麼時候才有分別呢 妹妹 看到什麼 五星星的人數 五星的人數 五星的人數 五的人數 就開始精彩了 那考試局說 英文科 每一百個人 就有 大概零點九個是五星星的 那我們當一個是五星星 一個是五星星 OK 考試局說 大概有三個人 一百個有三個人 是五星的 大概有五個人 是level 5 得到我 那這個老師呢 他五星星的人數 他有幾個呢 他有三個 五星的人數 他有九個 那五的人數 他是有十五個 那加上數學呢 他告訴我 真的有二十七人 OK 到這邊了 他五星星的人數 只有一個 五星的人數 他只有三個 level 5的人數 他有幾個 數學題 二十三個 二十七 開始起動問題來了 OK 開始精彩了 A老師呢 還是B老師呢 B老師呢 這個好深 給個號碼 我可以了 你本來講廢話 我不聽廢話 給個號碼 A老師 他最喜歡 向你透露哪個數字 以及為什麼 但是 那個數字是 二十七 厲害 為什麼他願意向你透露二十七這個字呢 這樣他就跟一個厲害的老師沒有分別 他當然想跟你透露這個字 那現在你可以翻查香港的典籍 你一向補習老師 是否向你透露五字 五星星的數目字 在那裡混水摸完呢 到這邊 你覺得一個厲害的老師 通常願意向你透露哪個數字呢 蛤 三 那你媽媽就說 兒子我教你 你看 二十七大個三 所以二十七好一點 大哥 這個是五星星來的 那我問你 差的老師 最不想向你透露哪個數字呢 二十 因為他小過他三倍 你現在明白補習老師在做什麼沒有 你打這份東西 你說不出我為什麼這麼厲害 這裡全為五星星來的 二零一五年是這樣 二零一四年全部是五星星來的 一頁不夠兩頁 二零一三年我只公佈的 都是五星星數目字 二零一二年第一年開始 我都只公佈五星星的數目字 因為我當你們是聰明人 什麼叫聰明人 下個小的數據指出 你有一字會有五 你有三 下面at least你有十五 有得這個數就自然有這個數 所以只講這個數的話 你已經知道下面是厲害不厲害了 你便將它乘三乘五 你明白嗎 只要你考古學家 我發現以前有些叫做鯊魚很大隻的 他知道鯊魚牙有多大隻呢 他猜到整條鯊魚有多長 但是補習老師差的 普遍公佈這個數字 或者公佈這個數目字 但是有這個數目字 不代表上面會有這個數的 這些就叫做五星星率低 我想先說 即是剛才你拿一份單張 我覺得它厲害 你又說不出我厲害的話 我想你的腦裏面已經有這種制式 明白了吧 當然了 你看到那份單張 你發覺與眾不同 於是你進來 我去年見到有老師 跟一些Straight五星星拍照 二、四、六、八 我在全香港 沒有人見到 沒有人是那個人 即是Straight五星星的人數 當然了 Straight是更加之少 上面的再少一點 是它的大概是七分一 這個數字再除七分一 等於Straight五星星的數字 明白嗎 我想說一點就是 你們去補習 其實這裡關於數字 先圓一圓 我想說最後一件事 給你聽聽